剪伸出來 類似像各位畫面上看到的 那其實錄製聚集之後 也可以怎麼樣呢 我把它放大一下 類似像這樣 因為你每天如果都要做一樣的事情 比如說針對某些範圍自動幫他做資料剖析 然後放在固定的位置 那你可能每天都需要產生不同的報表 自動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你可能 假設你需要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什麼 按下去他資料剖析 按下清除就自動清掉 如果前面又改了 按下去 然後再清除 兩個按鈕 那這個兩個按鈕的話 要不就是你自己寫程式 不過寫VBA程式對各位來說還是有點遙遠 所以如果你不寫程式 而要讓他可以幫你做完這些事情的話 該怎麼做 那我教各位 第一個 我先把它 假設我要把它恢復掉 先delete掉 然後呢 把裡面的資料也全部都把它移掉 他其實呢 就是會自動幫你去寫一些程式 但是你要怎麼錄製 第一步呢 請特別注意 你需要把那個開發人員 錄製劇好像只能在開發人員 當然如果2003的版本是直接就可以看到錄製劇的功能 好像在工具裡面會有錄製劇 如果 那可是問題你們現在的環境 這個開發人員的這個標籤喔 預設是不會出現的 那要怎麼讓他出現呢 一 請注意喔 在你的Excel的最上面 會有一個小小的箭頭 這個叫什麼 這個箭頭他有個特殊名稱 叫制定快速存取工具列 不過這不重要啦 反正他就是一個箭頭就好了 OK 點他一下對不對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選擇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 就是倒數第二個 再來的話呢 如果你是2010以前 以後的版本的話 他的位置一定會在 上面一個 自訂功能區 裡面呢 會有個開發人員 右邊會有開發人員的標籤 請記得怎麼樣 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這邊有個自訂功能區 再切到這邊來 但是如果說你是2007的版本 可能要找最上面喔 最上面還有一個常用吧 如果你是2007喔 你可能要看一下常用 然後常用裡面的話 會也是一樣 叫什麼開發人員標籤 你把它打勾也是一樣OK 那如果你是2003的話 他好像預設就已經有了 就不用開這些東西 那把那個開發人員的選項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按確定 那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切過來有開發人員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有個錄製劇集 那這個錄製劇集的話 基本上喔 他的做法喔 我們待會呢 要錄製兩個按鈕 也就是說呢 我錄製完之後 他會自動幫我寫程式 那寫完成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他 就可以執行我要的結果 大概是這樣喔 所以第一個 開啟應該沒問題啦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那要怎麼錄製呢 不過錄製之前呢 請各位注意 就是要把剛剛的動作 要熟練 最好彩排過 因為你錄的過程當中 只要有錄到錯誤的動作 他一樣會幫你錄進去 所以盡量不要錄到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那錄的過程 我們先已經做過一遍了 我也熟了 所以我錄一次給各位看 一一先點選錄製劇期 然後他會問你說 你劇期名稱叫什麼 那比如說我叫資料剖析好了 反正就給他一個名稱就對了 資料剖析 那你按確定之後 等一下的所有動作 他都會自動幫你寫出程式 所以這個也是 以Sale的最大的特點 因為其他的任何環境 都不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我覺得這個錄製劇期還蠻厲害的 一個很大的特色 因為其他的環境 你寫不出來 那你加了4 他不會幫你產生 但這個Excel 聚期錄製還蠻好用的 程式寫不出來 用錄的就好了 好 那這邊的話 1 輸入資料剖析 再來按確定的話 就等同是 你按下那個 錄影的那個鍵 按下去 你所有動作都被錄進去了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 第一個動作 有不要請你選取 B2到B8 第一個動作 其他動作不要做 第二個動作呢 切到那個資料裡面的資料透析 然後呢 固定寬度 再去什麼 下一步 然後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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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完了 然後 下一步 不會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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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那個最後的目標儲存格 放在C2 按完成就可以了 然後要不要取代 確定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錄製完成 再停止 停止 停止就是再切回到開發人員 停止錄製了 好 恭喜你 已經錄完了 第一個按鈕了 好 那當然 你可以試著做做看 就是把資料刪掉之後 找到 錄製聚集的左邊有一個聚集 會有一個資料投析出現 那你可以怎麼樣 在旁邊按執行 這個執行就是說呢 他會幫你把你剛剛錄下來的執行看看 好不好 沒有問題 他會再幫你考過一遍 那當然這個是第一個 如果第二個你希望怎麼樣 錄製第二個按鈕就清除 那怎麼怎麼錄呢 一樣錄製 再做一遍 這個名稱叫清除 按確定 按確定 然後游標選取 C2到18 按delete鍵 然後呢 停止錄製 這個比較簡單 選取嘛 就兩個動作 選取 delete 停止錄製 那所以你已經做了兩個嘛 一個是資料剖析 執行 一個是 清除 執行 兩個動作 就幫你重複了 之後 再拖拉一個 適當的大小 多大多小 你看不清楚 放大一點 如果你大小自己決定 點他之後的話呢 在旁邊的地方 拖拉 有沒有 往右下角拖拉 他會有一個範圍 有點像那個Photoshop吧 類似的 放開 然後接下來他會問你說 欸 你這個按鈕按下去 會需要執行 哪一個聚集啊 資料剖析 那記得 我的習慣是把上面資料剖析四個字 再複製一下 那為什麼要複製這四個字 其實主要按確定它 按鈕的名稱 會什麼按鈕幾啊 你可以把按鈕幾 delete掉 把剛剛資料剖析四個字貼上 這樣的話就有資料剖析 那一樣的動作呢 再做一個清除 所以再點一下那個 這個 然後呢把它拖拉一下 清除 把清除兩個字複製一下 再按確定 游標再點一下按鈕幾 然後delete掉 把那個清除兩個字貼上去 好那我們就做完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按下他 他會執行資料剖析 清除的話呢 就把資料清掉 OK 這樣應該 試一下 好